防守啊 刚才方博也说了啊 有主动防守和被动防守 还有一种吻防 在这个 在业余球友们啊 业余我们的成人班上 在我们成人班上 大家老是出现一个防守啊 很多就是 第一是不敢防 就是球一过来不敢防 突然站直了 然后身体往上揭 第二个是找不着节奏去防 什么是找不着节奏呢 比如我站在正准备进攻 但是一上短 搓弯以后 对方一拉 不是我想象中的位置 不是我想象中的位置 可能是短的 也可能是你的偏右边 也可能是长的 不是你想象中的位置 怎么去找位置 第三个就是 去防这个高调 尤其是这个 慢高调的时候 大家都不怎么会防 手上稳定性特别差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手腕 用的特别多 我就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什么球该去防 该去用什么办法去防 就是咱们第一个来说 就是最简单的 这个高调 尤其是这个什么高调球 这个高调怎么防呢 高调一定是 只要是能找着位置 提前上脚 上右脚 左脚都可以 去抢它的快点防 它的上升期去防 这是第一个 就是防高调的 大家要听清楚 很多 很多人 不会防的 就是高调的这个球 因为什么 因为大家全是在等着 那球跳到最高点 或者下降点 这是最难防的点 一定要是 主动防 一定要记住 主动上脚 上腿去防 去找合适的位置 主动往前防 第一个就是高调的感觉 你发一个高调 你发一个调几个 这球 对 你调几个 对 主动去防 再慢一点 发的 对 高的 再高一点 对 对 你看 主动往前发 大家不是都 都是害怕这个球吗 你看 上腿上中心 上腿上中心 身体 身体 靠身体去防 手腕不要去动 千万要记住 手腕不要动 这个球最忌讳的 就是你手腕乱动 用前臂 用身体去找球 然后再去出手往前防 尤其是这个高调 高调是大家的一个 最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 我再说 这个高调的这个球的 之前的一板 大家要记住 怎么才能判断 对方拉过来 这个球是否是高调 一定是看你上一板的指标 如果你这个上一板 错的特别狠 大家不会抽 在成人班的时候 我经常教大家 第一板要主动搓出去 第二板才有可能 有机会去主动防守 刚才看我跟方波比赛的 也能看 他一发我这种短 我是主动加转搓出去的 不太好冲 但是他的能力也是能冲 但紧张的时候 也是会高调 所以我才会有机会去主动防守 我搓个半高 谁也防不了 只能去远台弹击一下 或者是打个回头 正常的情况下 要把球搓出质量 尤其是在接发球当中 你看不太清旋转 主动搓出去 然后卡好位 一定是对方拉起来 你劈长的 90%是不会回搓的 如果他回搓 一定是给你机会 然后他拉完以后 身体主动往前防守 一定要记住 身体和手 不要动手腕 身体带手 来 再来一个 就是简单 我拼你一个肠子 你拉一个 对 拼一个肠子 发一个球 对 你看这球 sorry 一定要身体主动去防 对 看 就这种球是最难防的 为什么 它的球点有可能是很短 高调的球 大部分人都不会拉得太长 都是很短 尤其我们业余球友 很短怎么防 一定要上脚 左边偏左的上左腿 右边偏右的上右腿 这两个一定要是 第一 就是上一板的质量 要搓出去 加上质量 第二个 就是我们要用身体 用脚 先找位再去防 然后前臂直接出就行 然后还有 这是第一个 我们说防高调 第二个 中性球 就是对方半冲半拉 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拉球 这个球怎么防 这个球有两种 一个是围出去 围出去 把它以落点为主 大家要记好 这球以落点为主 不要以速度和力量为主 落点放在第一 落点为主 因为他拉的这个球 你可以去反手撕 也可以去反手防 也可以去反手弹击 是多种选择 所以中性球 是在我的感觉里 是最好防的 是中性球 我们一撮 包括对方直接拉 中性球 可弹 可撕 可防 可围 这个球也是 第一个 所有球 要记住 我们乒乓球 所有球 第一一定要是先去动脚 动腿 先去找到球 卡好位置 然后再去击球 千万 千万不要是先去 我们成人们太多了 就是用手一碰 然后脚再倒 然后二次反应去防守 不 一定要去主动防守 你再拉一个中性球 半冲半拉就行 这个球你看 你看 这球主动去防 一定要主动去防 这球可推可撕 可拉可防 没事 你看 这球一定要是主动 比刚才更要主动 为什么 你可以转进攻 这球 你凑完以后 对方一拉 中性防守 主动防出去 然后包括你可以加旋转 但是我 我还是告诉大家 咱们业余球友 是以防守为主 就是怎么 第一反应 防速度 防落点就行 千万不要去防力量 对方一拉 你也发力 那是发不 那是根本没有准确性 根本没有命中率 所以对方拉球的时候 我们要把落点 落点和速度 出来就好 这是拉对方的 就是防对方的中性球 之前我讲过 大家一定不要害怕 下一个就说的 大家很会害怕的 直排 直排是一样的 我跟大家说了 胳膊肘 横排一样 直排一样 胳膊肘要拿起来 千万不要这样 横排也是 板形不能竖着 一定要横着 横着一点 防守 往前围着 有一点什么感觉呢 含着球防出去 含着球防出去 如果你要想弹鸡它 就是它过来的球的瞬间 合上力 加上一点点手腕 前臂多一点 是最稳定的 然后下一个就说 就是比较难防的 就是你搓半高 或者是搓的质量不高 被对方冲 这个球 害怕怎么办 害怕你就 拿一盆多球 就使劲 对方发力 你就防这个球 一定要练到 防守不要闭眼 大家太多防守闭眼了 成人班也是 我们的一些 包括很多职业的 也是防守闭着眼 就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防守要睁着眼 大胆去防 这个你看 你来 你搓一个 你就稍微冲一点就行 没事 直接冲吧 你就直接冲就行 没事 对 直接冲就行 对 你看 这一定要睁着眼 再大着力 没事 对 对 你看 直接防 你看 用身体 还是用身体 用身体 这力量很大了 这是 对 你看了没有 大家第一反应 是一定要用 眼睛盯球 第二用身体找位置 判断球的位置 然后用脚找球 用身体直接防出去 千万千万 不要是老师 闭着眼 然后一搓半高 就结束了 不是的 半高我们也是 有机会能反击的 把球防过去 把最难的一把扛过去 下一把 你就可以转攻了 然后 这个反手防守的体系 反手防守的体系 基本呢 三种球 第一个高调 第二个中性球 第三个 就是对方冲你的球 基本上就是三种球 高调 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 高调 这个球 有一点 借它的力 它跳的时候 往斜下方压下去 我给大家一直讲过 瞄着 对方拉高调 瞄着这条白线 瞄着这条白线 去防 千万不要伸手去防 一定要拿重心 压着去防 明白 拿重心去下压 压着去防 然后方向是在哪里 方向是这条白线 球网的白线 胳膊一定要架起来 不要竖着球拍 横着球拍 一定要横着球拍 中心往先压 往下压 靠身体下压的感觉 千万不要往上挤 往上抬 跟着 很多是跟着高调的感觉 一块往上走 立马就飞 就很转很转的 尤其是你第一把 搓得特别转 对方只能高调这个球 是一定不能往上 对方往 球往上 你往下 要合上这个力 就往这个白线上 这条线上 就防守就行 第二个就是 刚才我说了 中性球怎么防 中性球是比较简单的 直接往前防就行 他拉正常 你就往前防 然后用前臂 防守最忌讳的是用手腕 刚才说过 防守最忌讳的是用手腕 用身体控制 用脚找球 身体控制 然后用前臂 送出去就行 还有本型不要夹 这个不要竖着扮行 这么是没有 不可能能防的 一定要胳膊拿起来一点 中心防 中心防 因为我看我们成人班训练 两个人 练得狠的时候 两个人都是对着撕 或者对着打 有一方不会防守 就算另一个人在防 点特别晚 点在这站着半台 再这么防 没法防 点 一定是起跳点 是最好防的 记住这个起跳点 高点都不太好防 一定是上升晚期最多了 再去防 这是最好防的 千万不要去强点防 也不要去等点防 一定要卡住 你最舒服的那个点 二次调节 再去晚一点防 是没有问题的 第一个球一定 一定是顺着去防 一定要是球一起跳 上升点去防 然后对方拉这个中性球 一定要记住 主动一点 再主动发力一点 再主动发力一点 可以撕可以弹 可以撕可以弹 再主动发力一点 这个球是很关键的 这人一直在问 右手的 爹 中文转型 发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